在習近平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主張的強勢壓力下 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發聲明表示 阿里巴巴迫不及待的要為實現共同富裕做出貢獻 因此將投資技術創新的中小企業 並為收入不穩定的工人增加福利 然而這一舉措卻引發投資者擔心 導致阿里集團的股票週五在香港市場大跌4% 市場分析師認為 這次捐贈並不能保證阿里巴巴免受監管機構 對其採取其他的針對措施